NBA只要能打上球的,哪怕是拿底薪,他们的薪水也是正常的很多倍,有钱了自然会把自己捣吃得干净帅气,要是条件允许造型师是必须配置,他们除了在球场上,无论在其他什么场合,穿着搭配还是发型,都是有专员设计,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,去胡子是拿球员常做的事,一方面是他们新陈代谢太快,估计几天就会涨起来,他们懒得打理, 有的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几分猛汗的感觉,有一点为之,总之NBA球星对徐胡子都是情有独钟,咱们熟悉的詹姆斯,刚进NBA的时候还是很着嫩的,不过随着年纪增加发际线也在减少,为了让自己那稀少的发际线不那么的突兀,他从很久之前就开始留胡子了,现在是越留越长,上一次没有胡须的詹姆斯,我们已经忘记了是多久,伟天妹谢亚当斯,明明才24岁, 硬是把自己打扮成了34的感觉,他的进攻篮板已经到了一个界界,总共才8.9个篮板,进攻板就高达5个,这一点奥米尔这些大神都没有做到过,曾经的万人弥鲁比奥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胡须,把他那英俊的相貌给掩盖了,不过他的投篮并没有因此而提升,生涯37.7%的投篮命中率,确实看得让人想哭, 虽然这几位现在是对留胡须情有独钟,不过都有让自己光鲜的一面,而有一位却从来都是大胡子他就是哈登,很多人都说哈登彼此厉害,他的大胡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毕竟又增加了接触的面积,他进入NEA的那一刻开始,他的胡子就没有干净过,让大家对没有胡子的他充满了好奇, 球迷总是那么强大,经过千山万水还是把哈登的老照片给翻了出来,当看到照片的那一刻,整个天都塌了下来,没有看错,这就是哈登没有胡子的模样,他要是敢这样上场打球,估计会被禁赛,这会给对手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,没有胡子的哈登实在压眼睛,难怪大胡子能够成为他的代言词,现在终于明白了哈登的难言之隐,这也够为难哈登了,说不定打到退役都是这造型, 确实不容易。